香港经济环境未见起色,减辣后工商铺物业市场继续塌,过去约三周已共6至少9宗街铺食样个案,最新一宗围旺角广华街地铺业主账面损失达600万元离场。 同时,铜锣湾利沿山道铺位大幅劈租66%租出。至于亦严重受挫的写字楼,当中中环区更连续15个月未有鹿德任何甲级商下买卖成交。 消息人士透露,上述涉样商铺为广华街3号百利达广场地下3号铺。建筑面积约967方尺,门面阔约60尺,钢椅约4000万元逆手,尺价约41365元。 原业主于2012年8月7600万买入。现时账面亏损约13%。该铺租与咖啡店,月租约7万元。租期至2023年。回报率约2.1%。失业率高企,加上零售市度差。 黄区出现大批急铺。中环,工商铺,黄新宇表示。利园山道29-33号丽园大厦地下H号铺。面积约850方尺,钢椅每月约12万元租出。尺租约141元。新租客为特色蛋糕店。 该铺今年新年期间曾短租与利是封店。月租金约15万元。即新租金比短租更平。 资料显示。过去三周六得的街铺涉样个案。以北角英黄道上润中心地铺涉约1700万元最多。 该铺以4800万元沽出。2012年以6500万元买入。 业主当时亦以每月约33万元放长租。 维新冠疫情来集,最终类减至上述水平租出。 资料显示。该铺旧租金约35万元。黄市又清。同一大厦地下i号铺。面积约600方尺。 获饼加以每月约14万元进注。平均尺租约233元。 比原有月租约20万元。亦低约三成。写字楼买卖市场更差。 美联工商铺研究指出。8月份五十大指标甲级商下共六四中成交。 当中九龙区已占去三中。另一中则为新界区。 港岛核心区就未发市。该区已中环最重灾。 包括皇后大道中九号。 环球大厦及中环中心在过去15个月未录买卖。 总计今年首8个月。指标甲下合共紧陆得43宗买卖。 按年同期大赛预六成。该行营运总监雍洪祥表示。 香港经济前景仍然疲弱。令写字楼租售价持续下跌。 虽然肺炎疫情开始减退。 加上政府放宽工商铺辣椒。 但对商下市场帮助不大。 相信要解封关口才有效力用。 他亦指出。 撤销商倍印花税。 亦将利带动工商铺物业交投。 不小二手业主心为求尽快出货。 不惜平价给客。 马安山海泊花园两房单位。 约两个半月内匹近百分之十。 刚以713万元售出。 教市价低约8至百分之十。 世纪二十一期封装瑞生指出。 上指为四座中层侘室。 实用面积412方尺。 望全海景。 于6月中才叫价790万元放售。 由于单位仍有租客居住。 在无留看情况下。 累减77万元后售出。 赤价17306元。 而有银行对单位估值高于830万元。 再有业主为移民平价买楼。 美联业贵员表示。 屯门风景员两座低层三室。 实用面积391方尺。 叫价528万元放盘紧一星期。 原业主将移居外地。 最终减至508万元获外区客乘接。 赤价12992元。 低市价5至8分。 市区、远低股价逆首。 中原市场达清。 北角百福花园百喜角高层D室。 单位有租客未能看楼。 以845万元逆手。 赤价13944元。 低股价约9分。 该行师帝文清。 启德1号、2、3座高层两房户。 以价后卖1188万元。 比股价低约4分。 尖沙咀海域再陆选手。 市场消息透露。 屋远一个低层户售1230万元。 尺价约2.44万元。 单位约5年贬值于250万元。